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作者 陳破空 現實篇 謊言 多少顛倒的邏輯 37.中共代表中國文化嗎? 截至2015年底,中共在全球開辦的孔子學院已經達到500所 宣稱的宗旨是增進世界人民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瞭解,促進世界多元文化發展 然而,一個在國內例行一元化領導的共產黨 一個以毀滅中國語言和文化為記錄的共產黨 到國際上兜售多元化、中國語言和文化,絕無信譽可言 開辦孔子學院,掛羊頭、賣狗肉,不過是對孔子的褻獨 中共要把他自己打扮的,好像代表中國文化 其實,從這個黨誕生的第一天起,就以反中國文化自居 且對此毫不掩飾,明確提出,砸爛孔家殿 同時,從德國和俄國引進西方糟粕、馬克思列寧主義 來餘化和駕馭中國民眾 1949年中共建政,中華文化從此慘遭惡難 文革中,中共開動全部國家機器 有系統、有計畫、有目的、全方位和最大程度地搗毀中國文化 據皇帝靈和孔廟,中華民族的祖先之廟,歷經數千年滄桑戰火而無損 即便是舊時代的舊軍閥們,也懂得敬畏聖靈 然而,在和平年代,中共竟悍然砸毀了皇帝靈,移平了孔廟 等於砸毀了中華民族的祖宗牌位,踐踏先賢、蜀典望祖 中共之逆,超過歷史上任何暴君與軍閥 在海內外華人的強烈譴責和壓力下 文革後,恐懼於自己滔天罪行的中共,勉強做了一些文物古蹟的修復工作 即搞了一些燕品 然而,正如藝術上的仿造一樣,燕品就是燕品,是假貨而不是真技 連當今人們看到的皇帝靈和孔廟,也都是燕品 事實上,中國絕大多數文物古蹟,都在文革中被中共永久性地毀滅了 在炮製這些燕品的過程中,中共大小貪官,操辦工程,以次充好偷工減料 中保私囊,再次褻瀟了中華文明 至於中共在海內外舞台上表演和弘揚中華文化 不過是披上羊皮的狼,所做的徒勞表演而已 中共惡意貶損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如仁義理智信、忠孝廉恥、敬天為神、眾德行善、樂天之命、以民為本等 而建立起他自己的一套黨文化,即暴力文化、謊言文化、仇恨文化、欺騙文化、流氓文化、痞子文化 這一破一地,把中國人道德水準推落到最低點 這一切證明,中共是中華文明的天敵、最大的敵人,絕無資格代表中國文化 為此,在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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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感谢观看